耗14年打造的宜兰南方澳第一排卖鱼市场 即将在2月份的时候正式启用了 未来会让传统的鱼市摊贩进驻 不过新市场的租金每个月呢 是要12000元到15000元 比起传统的鱼市场 每个月大约是只要6000元 整整是贵了两倍 而很多摊贩就抱怨实在是太贵了 不愿意进驻 对此苏澳与会就表示 新市场是有空调空间也变大 成本提高许多 因此租金才会比较高 白色围墙搭配长方形建筑 向后延伸呈现出渔船进港意向 这里是宜兰南方澳全新的第一排卖鱼市 耗时4年打造终于将在2月起用 不过现在却传出新市场的租金 比传统鱼市高了两倍 让部分摊贩不愿进驻 跟之前比起来差多少 差一份多啊 南方澳第一排卖鱼市 赤资1亿6000万元改建 规划取代老旧的南宁鱼市 但新市场租金却比南宁鱼市高上许多 每个月12000到15000元 相较南宁鱼市只要6000 涨了超过两倍 不少碳饭抱怨实在太贵 而面对反弹 负责营运的苏阿渔会也出面澄清 应该在这边都整个都空调 所以它的成本非常的加大 鲨鱼的服务能够集中在一个地方处理 这样的话我们的碳饭就比较 保持比较干净 苏阿渔会强调 新市场具备空调和干净的鲨鱼专区 碳饭可运用的空间也会变大 因此租金才会提高 渔会也承诺等待市场盈余稳定后 会再提供优惠补助 就盼更多摊贩能够接受 记得李克燕宜兰报导